大家好 今天是1月13日 星期三 市已到1月份的中旬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1月份的市仍然是先低后高 指数由4号的低位27,079 升至今早的高位28,144 今月的波幅已经扩阔到1,335点 但有一点大家要留意 其实有几点要留意 第一是大市不断向上冲高 但成交金额是背迟的 因为上周五的成交金额 是2,702亿 到周一成交金额 输到2,514亿 到周二再输到1,990亿 今天情况亦比较保守 即是过市不断向上高位 但动力方面不太配合 还有一点大家要留意 就是10天线每天高速上升 现在已经去到27,706点 以百几点每天的速度上升 老实说很快就去到28,000 假设大市在高台有一个反复 反复的幅度是比较明显 是有机会触及十天线 老实说触及十天线 不是到哪个市场大跌 但最低限度预示着一个 不断向上冲高形态 在那一分钟可能会慢慢转移为一个整固代变 所以近期不少热炒的股份 都纷纷出现大约10%的回落 所以我觉得任何短炒人士 现在不要急 不要用 千万不要 这样大手 和不要追踪 不贴就可以了